大家好欢迎来到TBS看世界抢救亚洲老化特别报道 我是彭聚在2022年的11月15号这一天 全球的人口数正式突破了80亿大关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人口暴走的威胁 同时联合国也特别提醒大家 接下来大家要特别当心的就是人口老化的危机已经正在路上 我们就大家来聚焦亚洲地区 为什么要特别看亚洲呢 因为中刊整个全球的局势来看 其实亚洲虽然不是最老的区块 但是却是老最快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来看到了亚洲2022年的老年人口占比的前五名 我们看到是60岁以上 其中榜首就是日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 来到了35.8% 可以说是全亚洲的最老国家 同时这个数字放大到全球的尺度来看 也是全球最老国家 所以大家开始在担心说 会不会有一天 其实有一天 大和民族真的消失在地球上 也就是所谓的日本消失论呢 这个说法当然听起来是非常惊悚 但从出生率来看 似乎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日本未来会不会消失 我们从出生率 大家来看到 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的新生额数量 当年正式的跌破90万人 但在四年之后 也就是2022年正式跌破了80万 当中短短四年的差距 其实新生的数量 其实就短少了10万人 这么多 日本的新人数量 也是连续7年 来到了一个新低点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说 这个年份当中所蕴含的意义 就是这四年 都是所谓的疫情年份 尤其大家可以发现到 在整个新冠疫情的摧残之下 整个社会 整个经济都是动荡 而且不安的 经济状况不佳 其实大家手上没有钱 当然也不敢生小孩 所以说 疫情影响到的社会经济 恐怕也会让日本的小子化现象 进入到一个长期化的 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就来看到 小子化会出现到什么的状况呢 就是老年人口变多 同时新生而变少 连带会造成所谓的劳动人口 可能会觉得特别沉重 好我们再来看到 2023年的日本人口分布 劳动人口占了58% 还有老年人口已经来到了三成 少年人口则是占12% 所以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这个相关的数据来看 老年人口跟少年人口的占比 是明显偏大 而且老年人口还持续的在成长当中 预计2050年就要来到37.43% 所以这样子来看 现在对劳动人口来说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荷 因为他除了要养自己之外 还要额外的再多负担一个老人 或是一个小孩的成本 所以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不敢生也不想生 热爱运动的日本艺人 扎和美智九情练跑步 为即将到来的三铁比赛做准备 来台20年因为疫情关系 有三年没回家 结封之后总算能回一趟山梨县 这次我回去 然后就是去了一些就是观光景点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看到高岭的 就是人就是很多 跟我们聊起这次回日本所观察到的变化 老人家变多让他有不少感触 日本的超市上 有看到就是好多 就是年纪大的人 就是来上班 感觉就是已经就是退休 然后七十六十五七十岁那一种的 就是奶奶爷爷爷来工作 然后像便利商店也是 日本人口老化问题并非新闻 离乡多年亲眼看到周边人事物的变化 还是觉得震撼 同样来自日本的小山贵民 有类似感受 社区的官员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在玩吗 很多老人反映说小朋友玩得太巧了 白天的时候不让小朋友在那边玩之类的 就是比较听老人的意见 比较重视就是高丽者 老人变多小孩变少 日本同时面临生育率下降 以及高临化问题 总务神统计 65岁以上人口突破3627万人 占总人口29.1% 居全球之冠 对此两年前从台湾 驾到日本的杨小姐很有感 如果你平日休 然后你去就是家里附近一些商业设施啊 比如shipping mall之类的 去看的话就是几乎几乎都是老人 看护设施在日本本来就是 很常有一个东西 几乎每一个社区可能都会有两到三家 年长者的比例不断升高 根据预测 日本老年人口数 2023年会超过少年人口数的两倍 到2050年 老年人口占日本人口的37.43% 依照趋势发展 2110年 日本人口数会降到5300万人 与1915年的规模相当 首相顾问更警告 情况继续恶化 日本将不复存在 数学上面来看的话 你每年这个复成长 到最后面可能日本倒 可能只剩一个人或零个人 有这样的一种的预估 这种非常极端的预言 确实日本人口从明治维新的 大约5000万人 到现在为止到了1亿2000万人左右 再过未来150年 日本人口有可能回到明治维新那时候人口 当然日本政府是非常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生不如死的状况 为何不敢生小孩 熟悉日本真实社会面貌的人 几乎给了我们同一个答案 一个是当然是经济上的问题 因为最近还有日元贬值 薪水不会提升 物价是一直在涨是真的 还有就是小孩可能也不是只是 就是生出来 然后把他养到小学啊 上中学就没事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花钱 他们就是很努力工作 很就是练生工作 然后就是一直迈入那个工作的环境 就没有机会真的遇到人这样子 日本一年新生儿从269万跌穿80万 每年平均430所公立学校永久关闭 53%的民众将抚养孩子的高成本 列为不生或少生的首要因素 年轻男女正处在一个生不起孩子的时代 日本长期来是受通货紧缩的影响 通货紧缩是因为市场的消费力道不足 导致商品的价格下跌 企业的利润再次下滑 人民的所得也会下滑 然后人民不再愿意花更多钱购买东西 现在日本的社会面临到一个新的课题 你在少子高龄化薪资没有上涨的状况之下 你现在的物价上涨了 经济问题成为老百姓的噩梦 连自己都不一定养得起 更何况养孩子 老后2000万问题 就是日本的金融厅发表了一个概算 你到老后可能还会需要2000万的资金 还可以就是善终这样子 根据OECD数据 日本1991年平均年薪37866美元 2021年增加到39711美元 30年涨幅不到5% 而法国与德国的同期薪资涨幅则是在34% 日本面临的还有41年来最高的物价 只有14%的青年认为 未来会变好 悲观之中酝酿一波出走潮 今年因为日元一直贬值的影响 所以很多日本内的优秀的人 在到海外就业的情况也蛮多 日本对于移民政策的过度保守 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 缓步松绑日本的移民政策 现在在日本工作 你只要持续留在日本工作 在特殊专长领域你两年就可以取得居留权 同时面对人才外流 新生而递减高龄化的困境 尽管政府不断寄出政策应对 但日本的人口危机警报还看不见解除的一天 TVBS新闻科生熊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说到小此话呢 日本绝对是请尽全国上下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经很明确的说了 他们的小此话危机是个亿次元的小此话危机 所以必须赶快要来解决 所以现在呢 全国要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东京寄出了一个方法 他们为了要救小此话呢 东京0到18岁的新生儿小朋友 每个月都能领5000日元 但是提出这样说法的 其实是日本的东京都知事小石百合子 他怎么说呢 他认为说这是日本对未来的一个投资 所以就一个东京都的角色 东京都知事的角色 他会赶快来做这件事 因为呢 现在在日本全国的出生数 第一次在去年低到了80万人不到 等于说在去年 只有79万多的新生儿出生在日本 但对他们接下来的国力 都是一个动摇 都是一个危机 已经动摇到所谓的社会存立的基础了 但这个计划要怎么实施呢 我们刚才就大概的讲说 0到18岁基本上每个月连5000块日元 但是在整个这个社会的预算来看 政府的预算是年预算 大概是1200亿日元 占整个东京都1.5% 但是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似乎很多的民众 基本上是不太买单的 他们会认为说 每个月只发5000块日元也太少了吧 像是日本的经济新闻说 其实的确你给5000块 大家会觉得蛮有感的啊 但是或许更重要的问题你没有去解决 你应该要更针对所谓的营养午餐免费啦 或是学校的教材 可以全免各种无偿化的措施 实际的去减轻很多爸爸妈妈的相关财政上的负担 恐怕对他们才是一个真正有感的政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3新年发下豪雨 用益次元来形容少子化严重程度前所未见 本部级岸田政府4月端出育儿补助 东京抢先宣布 18岁以下未成年每个月通通可领5000日币 将近台币1200 而且第二胎2岁之前免费拖婴 各级政府大撒币 因为去年日本新生儿估计首度跌破80万 人口问题冲击经济 毕竟2022年光1到10月出生前死亡 总人口少掉61万 劳力破洞越来越大 招募外国人才到日本工作 或是以大量机械取代人力 甚至鼓励妇女进入职场 想方设法劳工问题还是难改善 男性比较少 女性比较優秀 也有差 回归原点生育率才是最大变因 但放眼整个东亚包括台湾都看得到少子化人口危机 因为现在很多也有因为教育资源 我没有办法给孩子好的教育资源 我不想把它生出来对不对 不想生没钱生 最早开始处理少子化问题的日本 生育率1.3已经是东亚高标 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 而南韩生育率更是连1都碰不到 相比德国1.6高生育率 差别到底在哪里 鼓励生育是要改变环境 对生养小孩更友善 日本少数人口正成长 也是关东移居票选第二的千叶县刘山市 就在大车站旁设接驳车 家长托婴只需要定点接送 另外刘山市还驾设临时托育支援系统 社区互助少少费用 上班族就不用操心小孩谁来雇 刘山市下一步是化身卫星城市 吸引企业进驻减少家长通勤时间 从刘山市的例子可以看到 有时候不一定只能发钱花大笔预算 聪明改善育儿环境 或许也能慢慢扭转少子化危机 第一点新闻最后报道 看韩剧大家总会觉得非常浪漫 但实际上生活在南韩社会 恐怕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当然也连带让他们不敢生 也不想生 我们来看到了 为什么韩国人不敢生小孩呢 其实恐怕有非常多的因素 还有原因 但我们先帮大家整理出 一个三滴一高 什么是三滴一高呢 第一个滴我们要来看 是生育率非常低只有0.78 这个数字呢是全球的新低 等于说在今天韩国一对夫妻里头 只有不到这个一对的夫妻 是有小孩的 所以很多的韩国家庭 基本上是膝下无子 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全球最低 是我们说的第一滴 再来第二滴呢 是大家不敢结婚 结婚数只有19.1万 这个数字也是历史新低 第三滴是什么 就是出生数了 新生的数量只有24.9万人 不到25万 减了4.4% 这是我们说的三滴 但最后的一高是什么呢 就是死亡数非常高 来到了37.3万人 跟所谓的出生数来做对比 一个出生减少 一个死亡上升 就是我们说的生不如死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在韩国 其实生活真的非常辛苦 如果你今天没有亮眼的学历 或是出生上流的话 恐怕是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翻身 当你自己都顾不好的时候 怎么样顾小孩 甚至生小孩呢 我们来看到其实 还有相关的其他的状况 包括社会竞争非常激烈 还有房价是非常高的 再来其实工作也都非常难找 其中25到29岁的失业率达到了5.6% 甚至呢 在去年韩国日报就报导说了 有6成5以上的大学毕业生 根本找不到工作 也放弃找工作 再来要来看到的呢 其实就是性别不平等的状况 薪资差距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女性不但要在职场上打拼 同时呢也要承担育儿的责任 让很多的女生不敢生 也造成了生育意愿低落 通售国家上食品泡面民生用品 这些通通都受到通膨影响 价格上涨 生活费比以往还要高 不止物价涨得凶 天然气电费水费也都应声喊涨 反倒是原本高不可攀的首尔房价 因为受到升息影响 从原本涨了三年的房市 呈现跌幅情况 根据韩国不动产院数据 2022年韩国全国房价年间4.68% 创下史上最大降幅 和2021年的大增9.93% 形成强烈对比 但房价即便下跌 一般首尔小市民 恐怕也难以复合 我们这边 已经算是首尔很昭区的位置了 像我自己这边是 小三房加一个客厅的话 可能要两三千万台币 以前可能就只要一千多万 那就是在前政府那段时期 可能就是涨得比较严重一点 到韩国生活一年多的刘小姐 去年结婚成为韩国媳妇 不过夫妻俩目前 只能先以租屋的方式 生活开销压力大 暂时也还没考虑生小孩 一个是生活成本太高 然后一个是教育成本太高 再来就是女性在职场上 要受到的 像是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可能就比较多 像我去面试的话 他们都会问说 那你有没有生小孩的计划 我自己的话 也会希望是先投入职场 然后稳定之后 我才会想要生小孩 因为房价物价真的是蛮高的 在韩国跟刘小姐一样生小孩要多层考量 甚至很多人决定不愿意生小孩 根据韩国政府资料 韩国人口从2020年达到高峰后 延续两年减少 截至2022年底 韩国户籍登记人口大约5143.9万人 下降0.39% 全国家庭总数2371万个 其中41%为单人户 数量达到972.4万户 单人户和双人户两类家庭占比达到65.2% 在韩国来说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觉得生小孩是一件很奢侈 很奢侈的行为 除非很有钱 要不然生小孩是一件天马行空的梦想 就很多韩国年轻人除了生小孩以外 他们已经放弃谈恋爱 放弃买房子 放弃结婚 所以小孩子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房价难以负荷是不少韩国年轻人 对成家生小孩却步的一大主因 因为不只买房男 小孩的教育费也很可观 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 教育费花得特别多 并不是学校的教育 而是补皮方面 或者是另外额外的教育费 花得特别特别的多 从他出世到上大学 大约要5亿韩币 就是说要两个小孩的话 我就要有10亿韩币 才能平均的养得起这小孩子 一直到他独立为止的钱 所以这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是一个很天文的说事 为了解决韩国的出生日很低的问题 所以韩国政府一些 韩国的教育部 还是等等所有的韩国机关 女生小孩 那就我给你们一些 台币一万多两万多的钱 那就民众们觉得 我好像这个可以解决 我们出生日的问题吗 当然一开始很好 因为那是养小孩的问题 是就20年30年40年的问题的关系 好像不能一开始解决 曾经在韩国教育一年的普亚兰 同样也面临高物价 高房价压力 不过一部分韩国人来说 对结婚生小孩 仍然抱有憧憬 要救谁与律 韩国政府寄出生育补贴 有一岁以下婴儿的家庭 每月补贴70万韩元 相当于台币一万六千八百元 一岁以上未满两岁的家庭 每月则可以补助35万韩元 大约8千四百台币 但仍旧未见其色 基本上我觉得南韩政府使用这个 就是算是生育津贴吧 成效基本上还是有限 把一个小孩子从一岁养到大学毕业 大概21岁大概要花了 就我自己换算起来的话 台币大概要花了878万 这大概是两年前的数据 当然最近会越来越大 南韩年轻人并不会因为有所谓的生育津贴 而反而说想要多生小孩这种欲望存在 除了短暂经元资助外 教育就业房价物价都得全盘整顿 才有机会挽救低迷生育率 在南韩其实对女性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职场环境 还有家庭环境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在去年的南韩总统大选来说 隐席院的言论让很多人 尤其是女性们觉得非常的愤慨不平 他怎么说 他认为说要废除所谓的女性家庭部 还有说女性主义 根本就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祸首 这样的说法一出 的确让很多男韩妇女都觉得相当生气 也相当愤慨 所以说他们要用这样子的生育罢工 来对抗所谓的妇权体制 不过事实上我们要了解到 其实在南韩 所谓当一个女生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们先来关心到职场上有多不平等 在职场上女性以OECD的这个性别工资差距来说达到了34.6% 韩国是第一名全球第一名 还有正式员工的平均月薪呢 男生跟女生也差的非常多 男生一个月可以领到369万的韩元 在女性的部分只有266万相差 其实就可以看到差了100万之多 还有很多的韩国大企业 基本上男生的薪水也都是比较高 高多少高一半以上 所以以富裕国家的数字来看 男女薪酬差距最高的地方 其实就在大家可能对他们有很多韩剧憧憬 浪漫泡泡的男韩社会里头 这是职场的部分 家庭呢 其实家庭来说女性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像是收尔市府 他们分析数据说 平均一天要做家务的劳动时间 女生要做多少 两个小时 接近两个半 还有男性的话 大概呢 41分钟 如果今天是一个双薪家庭的话 等于说这个爸爸妈妈或是这个老婆老公 都在职场上的话 女性还是要有两个小时 有一分钟的家务劳动 男生更少了只有38分钟 所以对一个韩国女性来说 她如果今天是一个双薪家庭的话 身为一个妇女 她可能在上班已经很累了 回到家还要忙家务的劳动 对我们来说是更不健康 而且更不利于他们的生育环境 当初40岁前半的女性 比20岁前半的比20岁前半的比20岁前半的 还要多 40岁前半的女性结婚件数 在2021年初至超约20岁前半的女性 连续两年保持领判 但她认为这些意味着 导致20岁前半的女性 导致20岁前半的女性 再加上初世后的时间后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 结婚和生死是必须的 制度上的状态 制度上的状态 社会的状态 从民调结果来看也是如此 年轻人的生死是不重要的女性 约占53% 是男性的两倍以上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经济负担太大 经济负担太大 但起年年薪平均达到 2160万韩元 这和约台币55万5千元 就聚会者比例 约百分之27% 另外也有调查显示 半数以上的青年和父母一起住 难以独立生活 在南韩社会更新地区的性別策事結構也是女性不想不良婚姻的原因之一 早在五年前南韩政府就知道想要解決低出生率的問題首先要消除性別歧視但是南韩職場的性別差別待遇仍然存在 調查顯示去年15到54歲的已婚職業婦女當中有17% 約139萬多人因為育兒結婚和懷孕主動或被迫離開職場 我訪問過一個人的情報要求去職場會有些人是女性不平的事情 那些人中有很期待過的大縣的關係 南韩的結婚師叫做生育率下降時 婚姻比喻数也一致減少了 南韩的婚姻數據顯示 婚姻比一年前減少了8.3% 每集9萬3千件 这是爆发金融危机可年的 2008年之后首次低于10万件 平均 이혼 연령은 남자 49.9세, 여자 46.6세로 1990년 이후 처음 줄었는데 늦은 나이에 이혼하는 이른바 황혼 이혼이 감소한 결과입니다 특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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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의 인권이 감소가 늘어납니다 외국인과 혼인 감소는 2년 전보다 17.1% 대폭 늘었습니다 그리고 세계적인 인구에 이어 혼인 감소가 줄 면서 저출산의 탈출구 정책은 더 어려워지고 있습니다 연합뉴스티비 地下人愁是大家对香港的标准印象 但未来恐怕会变成地下人老 也就是我们说的老人的老 尤其是香港政治上的动荡波澜 其实恐怕也让很多的香港人 是选择离开他们从小到大 长大的地方 尤其在2019年的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 很多的青年是走上街头 希望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发生 但最后他们对社会体制的不信任 让他们决定离开 所以一些年份 我们带大家特别来看到 是离开香港的人数 在2019年的时候 到2020年的年中 当年减少了2万人 这一年也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开始爆发的一个年份 再来有疫情的因素加进来了 2020年一直到2022年 其实两年的数字都是逐渐在增加 尤其在2021年到2022年的年中 离开香港人数达到高峰 来到了11.3万人 而即使到了2021年到2022年年底 其实也离开了6万人 而且大家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离开香港的这些人呢 似乎都非常年轻 我们来看到一个统计数据哦 从2017年到2022年来看 其实在香港20岁到24岁就失去了2万2000人 而且呢 这个数字下滑了7个百分点 只剩下29万人 而且这些人都是离开香港的主要族群 而且这么年轻的族群 如果离开了香港 代表的是当地的劳动人口减少 而且似乎也是不可逆的 因为当这些族群在国外落地深耕 找到工作 开始在职场上有发展之后 似乎也非常难回流到香港 他们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 但是呢 为什么这些人要选择出走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疫情 还有所谓的政治因素之外呢 其实包括是所谓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还有加速人口外流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们 是不希望他们的小孩子留在香港 因此也急着把他们送出去 一早送孩子上学 香港人Vincent两年前带着家人移民来台 因为台湾的创业环境及生活条件相对也善 我们觉得台湾教育的空气比较自由 香港已经有一点改变教育的系统 还有教育的方法 在香港开餐厅是一间成本非常高的投资 口袋没有一百万岛利 根本拍不起来 而台湾移民本坎较低 文化型俗也接近 对香港年轻人来说 是很好的创业奇变 香港的经济环境没有很好 特别是2019年以后 另外就是毕竟香港的租金压力超大 大概开一个店 可能在台湾的租金比起来 大概三到四倍左右 做小生意比较困难 Vincent的港式早午餐店 卖的是家乡味 原本在香港外资公司上班 但反送中运动后 当地局势动荡不安 外资撤离的速度加快 让留在香港的年轻人 机会变少很多 香港的发展机会已经越来越小 其实香港主要都是外资来 开的公司比较多 慢慢年轻人比较困难 拿着工作 比如说我之前做的公司 华智公司 我离开的时候大概100人吧 要21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降到30 所以香港就比较压迫了 现在我们说一言堂吧 香港近年来掀起一波移民潮 连港府都承认 人才大量出走 其中医师护士及教师流失最严重 不仅削弱香港的税收和竞争力 也拖累经济发展 香港自2017年以来 几乎所有年龄层的人口都在下降 特别是20出头的年轻人 但香港不止人口外移严重 出生率级别及全面的人口老化 也都是当前急剧面对的人口问题 三大风暴同时来临 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 2022年香港人口总数733.32万人 与2021年740.15万人相比 减少6.83万人 跌幅0.9% 其中近一出就有6万人 出生率也在下降 去年只有3.2万名新生儿 是有记录以来 人口减少最显著的一年 最近几年香港的人口的自然增长 它是负数的 就是说出生远低于死亡的人数 所以它的人口增加是负数的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单程证进入香港的这些大陆移民 也在减少 还有香港有大部分的移出 做整体而言 香港的人数是在递减之中 它这边在住宅政策上面 它缺乏一个所谓的 合宜的住宅政策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所谓的这种政治的不稳定性 那造成的香港最近 就是有大量的这种专业的人才 移到外国的这种一个现象 金融业在2019年港版国安法之后 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香港第二个经济来源 当然就是自由港 自由转运港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依照统计它的这个功能 也逐年地被上海所取代 那在两个主要的经济引擎 都上市的 逐渐上市的中控制下 基本上要留住年轻人 所以是相当相当困难 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 逼走年轻人 香港同时也面临人口老化威胁 2022年65岁以上达到152万人 等于每5名香港人 就有一名是长者 预估2037年会增加到258万人 到了2050年将会成为全球人口 老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如果他没有办法吸引移民 进入香港的时候 然后呢 他的老化的趋势可能会更严重 这些大陆居民一入香港 每天有150个可以进入香港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的生育率也很低 整体而言的话 香港的这个出生率非常的低 所以说他的人口的老化 是全球最严重的疫情 港版国安法上途后 香港人口写下史上最大降毒 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 2009年移居台湾 这些年他一直独居 近期罹患肺腺癌正在进行化疗 书店休息日较多 去年底也正式向移民署提出申请 盼未来能取得台湾身份证 永久定居 他们这边的朋友跟我说 大概是明年 但是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 我不知道 我也认同台湾的自由民主 很重要的一块对我来讲 是我已经可以有投票权 香港没了自由 经济上也被钳制 很多港人选择离开 但也有越来越多 到香港定居的新移民 填补缺口 不希望在中国大陆统治上去生活 它不可能好像这个标语一样 光复香港 你贴这个标语已经是违法了 它可以说你是分离国家 一个标语都可以变成一个违法 它香港有什么希望 我觉得没有人想离开自己 长大的地方吧 然后就看到它慢慢被改变 然后你自己的地方 自己人离开 就被其他人去填补 那有感受人都不会好 回到台湾小子化还有高龄化的阴影也是持续的在笼罩着我们最快在2025年这一年呢 台湾就会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了 而且我们要来看到台湾现在面临的窘境是所谓的生不如死 所谓的生不如死听起来当然非常可怕 但是我们这里指的是出生数低于死亡数 尤其在过去的三年来看 在2020年这一年是第一次死亡人数超车了出生人数 到了2022年也就是三年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死亡人数大幅增加 而且出生人数大幅减少 当中的差距其实就来到了7万人 未来基本上国际单位认为我们的出生率还是明显偏低的 在今年年恐怕只有1.09 这个数字在整个统计 227个国家当中我们是最后一名 所以说随着出生率的低迷连带要讨论到的就是所谓的劳动人口 其实现在会进入到一个缺工年代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 像是其实台湾现在要特别注意到是劳参率过低 什么是劳参率过低呢 就是现在很多人选择提早退休 在提早退休的状况之下 留在职场上的人太少了 会让台湾的经济动能出现了状况 再来就是现在也就是2023年 今年就要面临到的是大退休潮 因为当年婴儿潮的这一个人数 现在都面临到退休的情况 再来就是很多的学校也都面临到了退场的情况 所以说自动化 AI精英化 能不能解决这些危机 也都是现在相关单位必须要来讨论的 妈妈跟两岁半的儿子念故事书 爸爸也没闲着 一旁陪九个月大的女儿玩音乐 才相安无事一会儿功夫 马上又是一阵手忙脚乱 因为现在感觉上比较像是惊养 每天的活动都很多 像比如说等一下我就带他去游泳 然后他还会上音乐课 环境不同时代不同 真的是挺新的 因为正好有工作的关系 我白天可以帮忙带 还好爸妈两人工作都算弹性 能有精力跟时间参与孩子们的成长 不过现在像是这样 愿意生又愿意养的家庭 已经越来越少了 有公家机关补助的幼儿园 他排队或者是筹钱都会相对上困难一点 对 那如果万一没有进的话 可能就要去找私利了 那那个压力就会又是一个不同的层级 这两个已经很多了 因为我们看到现代人更多人是只选择生一胎 甚至是不生 在台湾2022年的生育率是仅有0.87 全年的新生人数是138900多人 这个数据是统计以来的史上最低 更是全球排名中的垫底 而且不仅是婴儿肓 我们从长远来看 这样子的现象更是会拖垮整个台湾的人口结构 当出生人口剩13万多人 以目前生育率进行推估 台湾育林女性人数将从2022年的约546万人 一路下滑到2042年仅剩约371万人 换句话说20年后的人数 可以生小孩的人将大幅减少175万人 若是从总人口数推估 2070年的总人口数预估为1600万人 会比2022年的2326万人减少705万人 比例高达30.3% 这是足以为及国家安全和社会永续 联合国在2019年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说因应低生育率 唯一被证明为有效的政策作为 是普及公共托育 台湾的公共托育量真的太少 政府就是就撒钱去补助这些私幼私托 美其民说是准公共化 大家要知道私幼私托 它是做盈利登记的 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就是要赚钱 补助加码私幼学费跟着加码 家长无奈成了过路财神 看看早在2020年开始 台湾的人口结构就已经正式进入 生不如死阶段 根据美国单位统计分析 一般已开发国家的生育率 至少需达到2 也就是每位女性生两个小孩 才能维系出生和死亡的水平 让世代交替之下 维系国家正常的发展与运作 而现在的台湾是连一都不到 政府跟企业其实是 疏于支持女性就业 支持员工育儿的 那其实现在全球都在谈 所谓的永续的概念 其实女性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也会谈永续发展 政府不应该再是砸钱 发津贴 做这种断期有感 长期无效的政策 应该是要有永续 长期投资的概念 建制0-12岁不中断的公共图育服务 包括0-2岁的居家保姆 2-6岁的飞行力幼儿园 以及6-12岁的国小课后照顾 那同时应该也要加速的新增修法 轻植价 让家长有弹性的运营价可以撑出多一点时间陪伴小孩 甚至是培养亲情 不管是政策面还是职场风气 通盘检讨不能再慢 尤其现金缺工问题已经让产业一片哀嚎 但在持续的婴儿荒之下 推估台湾2028年的工作人口 恐怕将只剩1539万人 跌破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底线 2070年更直接是现金的一半 以欧洲国家为主 他们在近10年20年内 其实做了很大幅度的整个社会改革 包括他们完善他们的公共托育制度 以及让他们的职场环境越来越好 然后整体的去支持年轻人生样 但是我们其实在台湾目前没有看到这样幅度的改革 你再发个3500钱那状况没有改变 其实大家也是觉得 那我会为人3500去生一个小孩 因为生一个小孩可能我这个成本就多了300万 撒钱的做法有效有好几个前提 一个前提是你钱撒的够多 也就是说你要撒非常多的钱 撒好几个GDP 但是增加一点点的生育率 那所以其实各国的共识基本上都是撒钱 只能有短期效果 然后它的CP值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对所以其实很多国家在真的去谈这个人口结构变迁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以制度改革为主 因为当整个制度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各种机会 才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机会出现 尽管生育率下降 是几乎所有离开发国家面临的课题 但台湾却是全球最低纪录保持人 当经济压力大 务力而成本高 生活负担重 政策又是标 没资本 因而慌扯了国安问题 会爆弹 想拆弹 脚步不能再慢 谢谢新闻和嘉阳 请问越台北采访过来 如果你现在去很多的便利超商 或者是速食店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长辈在为你服务 因为在台湾 其实我们说到的 银法族就业的数字是越来越高了 当然非常重要的关键 还是跟全台湾 甚至整个全球都出现了大缺工的关系 是有影响的 那现在台湾的银法族就业已经突破百万人 我们来看那个相关的数字 在2010年的时候 当时接近十多年前 只有50万的银法族就业 我们说的60岁以上的族群 但是到了去年呢 已经飙到了103万了 那这些爷爷奶奶 或是我们说的老人族群 银法族群 他平常会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基本上还是跟一些比较低技术劳动的工作是相关的 像是机员服务业啊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像是超商或是餐厅 常常会看到他们在这边帮忙 另外呢 是电力级煤气业 还有其他的服务业 在这当中其实也都是占比比较高 有很多的这个高龄族群在工作的行业 为什么这一些银法族会回到职场上 还是跟他们可能闲不下来 或是他们需要可以寻求人生的第二春 甚至更多的可能是有关系的 他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个是责任感偏强 抗压性也偏高 但是在体力上面可能就跟一些比较年轻的 就业族群是比较没有办法抗衡的 但是在社会上来说 这么多的银法族的劳动人口进入到就业市场 会不会挤压到所谓的其他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也变成一个讨论的话题 刀工丁垛切下一片片生鱼片 师傅温仁景在饭店业工作28年 退休后与朋友在有乐市场合开日式料理 心里掌握食材 小小摊位前总是寄满人 一天占8小时不嫌累 看不出来已经71岁 年纪大的时候你不动的话 很容易生病的 劳动劳动比较活的比较急 一般公司是会经65岁退休 有些现在是提到70岁 他身体还可以的话 我认为可以工作就让他工作 从18岁开始工作 步入职场超过60年 个性随遇而安 退而不休 展现职人精神外 餐饮业面临严重缺功 也是原因之一 现在年纪少死化 应该说老的可以晚一点退休 你看很多餐饮面都切割 看自己师傅的话年龄不要去给他限制 忽远当然可以限制一点点没关系 我真的有这样子的 台湾人口结构在少子化高龄化夹旗下 老化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根据主计总处调查 2010年60岁以上的 引法就业者超过50万人 但在12年间翻倍成长 去年正式突破百万大关 达103万人 占整体的就业人数净一成 未来也将持续向上攀升 来到菜市场可以看到不少的摊贩业者 都是中高龄以上的工作者 有日进入门槛不高 只要体力允许就没问题 只是在少子化的趋势下 台湾的劳动力是越来越衰老 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情况良好 所以在60岁以上的这个占比的情形 其实都是呈现一个增加的趋势 批发零售业 还有服务业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它的工作上面 有一些是属于部分公司的工作者 比较弹性作业 包含很多的自营作业者 所以它这个比较没有收到 法定公司的一个限制 所以它在从事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人数会比较 占比上面会比较多一点 以2022年的资料来看 观光市服务业 60岁以上的就业者就超过50万人 其中批发零售业数量最多 达18.8万 再来是住宿及餐饮业也有6.8万人 支援服务业有5万人 而这当中涵盖旅行社保全清洁 派遣等工作 很多是因为这个退休金存的这个不够 或要分担家计 所以又这个重返职场 二度就业 那中高龄劳工其实二度就业呢 比较容易投入的都是一些资源 服务业 比如说保全或派遣工的一个工作 甚至最近这个餐饮业缺工的话呢 他们也逐渐的爱聘用这些这个中高龄的一个劳工 因为觉得说其实他们是比较有这个责任感跟抗压性 稳定性会比其他这个年轻的这个劳工要来的好一些 大概最近这十年来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 也就是四十五岁以上的这个中高龄呢 他的劳动参与率越来越高 也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 台湾有种所谓早退的现象 就是提早退休的现象 但是最近这十年来 这样的现象就慢慢的改变了 也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高龄 尤其是在四十五到五十四岁这个年龄层 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去流资产 甚至五十五到六十岁也是如此 劳动结构老化 专家更示警 企业若不接受中高龄劳工 未来恐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 临近我们的日本 出生率同样低迷不振 劳动人口不足 因此有近四成的日本企业 愿意继续雇佣70岁以上的员工 他可能必须要牺牲一些代价 比如说他可能就没办法维持 原有那么好的工作 他可能要被转换工作 比如说我所理解的很多日本的企业 他当员工年龄到了某个年龄 就员工到了某个年龄之后 他会把他就用退休的方式 先叫他离开 一开始又再把他回聘回来 可是在回聘的时候 他给的对待遇就没那么好 临时节轻 整个薪资可能会有打折这种现象 然后让他续留职场 无论是日本或是台湾 想要缓解劳力短缺 聘雇高年级劳工是未来趋势 虽然能暂缓年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但倘若政府没有配套措施 也可能敲向台湾劳动力失衡的警钟 TVBS新闻和江阳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在这个年代不只生小孩需要勇气 光是要走进结婚礼堂 你可能都需要有破釜成就的决心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 恐婚的女性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不想结婚 代表很大程度 就是呢 孕育下一代的机会也跟着减少 我们就来看到Z世代的未婚都市青年 是怎么看的 你到底要不要结婚呢 其实很多人是不确定 或者不讲结婚 其实男性呢 占了24.63% 女生反而明显偏高 来到43.9% 而且呢 其实很多人是不相信婚姻的 有三成的人是不相信婚姻 而且当中女性就占了73.4% 这是因为很多女生都认为说 当妈妈的责任太过重大了 所有养儿育女的承重责任 都是妈妈一肩扛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母职惩罚 所以说有这种恐惧 反映在第一次的结婚 人数跟年纪上就会有非常大的落差 2013年的初婚人口数跟2021年相比 基本上是腰斩 而且呢 在初婚年龄的部分 其实也都是大大的往后拖延 晚了三年左右 这就代表了 其实大陆的青年进入婚姻的人数 又晚又少 造成这样的现象 其实也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生育率 是往下来衰退的 而且当中跟女力崛起有非常大的关系 有将继四亿的女性 年纪落在20到60岁之间 她们本身就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而且有八成以上的女性 她们希望是可以经济独立的 而且希望可以在30岁之前要达成 所以在事业跟养儿育女的权衡之下 她们更大程度的会选择事业 同时也让大陆少子化的状况 变得更加明显 不过我们要在这里 并不是要很杀文主义的说 女力崛起就是少子化的主因 而是要如何打造一个 更有效的支持系统 让他们事业还有家庭都能兼顾 恐怕才是少子化的真正解放 安抚小婴儿 动作必须和缓轻柔 这家专门训练月嫂的培训班 急满想入行的学员 名额供不应求 照顾小孩子要满足生理需求 心理健康也得兼顾 像这样十八般五亿样样精通的月嫂 一个月可领到六万六千块台币 远高于全国平均薪资 纵使大陆人口去年首度呈现负成长 但市场对月嫂的需求却不减反增 等大大下降之后 那我们请这个专业人士 可能要求就更高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也就是对我们所挑选的 这些基础的护理人员 要求也在提高 一年一度的春运 号称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 不过数据显示 2023农历年的移动人次 近比2019年同期 瑞减9.24亿 同一时间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现 大陆2022年总人口数 14亿1175万 比2021年少了85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每千人负0.60 呈现61年来首度负成长 外界解读在新冠疫情肆虐下 因病死亡的实际人数远高于官方数据 也让整体人口急剧下滑的现象浮上台面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 2021年的调查显示 35岁以下女性 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 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 我们从中国的人口金字塔里面可以看到 他们人口最多的那几年 其实是他们中国最有 最有想象力的 最有未来的 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或是他们在鼓吹大药精的时候 大家觉得未来会过得更好 所以大家愿意牺牲小孩子 中国在这几年 特别是这三年的 这个所谓的疫情期间 严格封控之下 很多人都放弃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说 我们这一代就是 照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 中国大陆人口断崖式下滑 与早年的生育政策息息相关 回顾1970年代 当时女性是一胎化政策 在重男轻女观念推波助澜下 衍生出男女比例失衡 如今农村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的恶果 直到2011年 政府开始推动双毒两孩 2013年再寄出单独两孩 也就是放宽独生子女父母 可以生养两个孩子 然而全校不张 因此2015年进一步松绑 一胎化走入历史 变成全面两孩 2021年8月再推三孩政策 但高龄少子已成定局 源源不绝的人口红利 只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习近平其实在20大的报告里面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要处理这两个问题 前面一个问题就是生育要有一个战略 后面就是老年化的问题 但是我想光是靠一个奖励补贴 就已经不是个办法了 两岸学者赵春山分析 早年一胎化强制节育 大陆民众阴影犹在 再多生育奖励 补贴或学费减免 恐怕都无济于事 学者陈建甫进一步点出 有鉴于年轻世代奉行躺平主义 因此搞好经济 才是提高生育率至本之道 过去的像自动化已经开始在做 过去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世界工厂 可能也不再是中国所要的 中国必须做产业的调整 这是一个未来很重要 大部分的都已经居住在城镇里面了 这时候整个所谓的经济的产业结构 有没有办法提供这些年轻人 特别是移居到城镇这些人 有没有好的工作的机会 这个才会影响到年轻人愿不愿意生 当你年轻人在减少 老年人的增加 你的消费就不会成长 因为通常这种消费力道最强的 都是年轻这个族群 老人家屋局有没有那么高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沿海的劳动力慢慢也不够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前一阵子经济学人也提到了 现在亚洲的替代供应链 是从日本一路延伸到台湾 到东南亚一直到印度去 尤其是印尼跟印度 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又年轻又多 所以这些年轻人会取代到大陆的工作 充足的劳动力 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专家认为既然人口负成长趋势不可逆 借近欧美经验或许是可行之道 所以你自己的小孩不够 你就要吸引外地的人才进来 中国大陆也许接下来 他们就可以开放外国的人才 到那边去工作 除了高阶的白领以外 中低阶的蓝领 比如说开放外籍劳工 印度的劳工或者是东南亚劳工 也可以一部分补充这种人力的不足 国际智库分析 美国每年吸收约100万移民 出生人口平稳 预计2056年 美国出生人口将超越大陆 人口象征国力 大陆抢救生育率刻不容缓 说到中国大陆 现在很多的国际单位都认为说 未来它的经济表现是很有可能超越美国的 但现在随着中国大陆的人越来越少 人口负成长的状况之下 婴儿荒恐怕也为这可能性投下了变数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就是人多好办事 他们劳力的成本基本上是偏低的 因为人多嘛 所以让很多的制造业的相关利润变得比较高 也让很多国家的订单都涌进了中国大陆 但是呢 现在随着印度开始逐渐要超越中国大陆 变成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 有没有可能中国大陆世界工厂的地位 被印度取代呢 像是其他的国家很有可能是取代中国大陆的 像是印度、越南、孟加拉还有印尼 尤其我们来看到 中国大陆一直都有个超越美国的梦想 甚至呢 英日的经济研究中心就预估说了 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2028年就会超越美国 所以现在随着人口红利越来越少的状况之下 大家开始会对这个预测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但是中国的专家是怎么看的呢 他说的确我们人越来越少 人口红利是慢慢消失 但是这个人口红利主要是在制造业上 他们说人口红利应该转化什么叫做 人才红利 所以的人才红利就是当这一时劳动力 开始逐渐上了大学 有了高学历之后 他们的学士是可以回馈到整个劳动市场上 连带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利己 这是印度工业区 街道上一间间厂房林立 已经渐渐成为台商汇集地 包含邦加罗尔 清奈木买都是晶元制造重镇 电子的组装业会考虑在越南跟印度为主 也就是说 泰国跟越南跟印度 应该成为电子产业 他们会去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 除了中美竞争的关系呢 中国大陆的劳力优势恐怕也将被取代 许多企业开始纷纷寻找新的机会 包含从亚洲的供应链来看 从日本的北海道一路向下延伸到印度 其中包含了我们台湾 这些未来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亚洲替代链 专家分析 产业链从日本北海道延伸到韩国 台湾菲律宾 印尼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最后到印度西北部的古籍拉特邦 而印度拥有廉价劳力优势 甚至人口将超越中国大陆 成为不少电子厂投资的新目标 包含富士康 伪创 合硕等等都大力投资印度厂房 这些国家来看的话 相对于应该是 印度的潜力相对比较大 是在于 你不是只有做代工过 你有一个市场是 它已经有13亿的人口 是可以在考虑 在你代工的同时 是不是考虑这个 内需的市场的需求 那印度呢 其实是美国的大战略之一 印度为什么 因为印度 向来是跟中国大陆 是没有那么合 那印度还有很大的潜力 跟中国是一个 相匹配的一个国家 能力啊 这个土地啊 这些东西 但是印度呢 成本也比较低 不过印度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民主制度 民主就代表效率比较差 尤其半导体产业 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最为严重 企业都在思考不能单单把投资放在中国大陆 该如何布局新的供应链 我觉得亚洲的这个替代供应链 其实我想从2018年美中贸易冲突就开始在慢慢形成 那所以这已经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了 那所以这个是品质的高低 或者是它信不信赖 附加价值越高的产品 它越容易回来台湾 或到回到日本去投资 还是有一些厂商可能会受到 这个成本的影响 那所以越南或印度 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们也就会慢慢的 这个形成一个新的供应链 这些新的供应链 其实是为了要取代过去中国在 世界工厂 特别是以劳力密集生产为主的 这一个供应链 根据全球半导体协会统计 马来西亚出口的晶片 已经占全球将近10% 2022年上半年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以美国为首 提升29% 日本16% 欧洲12% 亚太地区也达到12% 中国大陆则是5% 另外东协国家的机体电路出口 总额占全球比重超过1% 超越中国大陆 这些都显示未来的供应链中 中国大陆优势正逐渐消失当中 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在形成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速度会加快 会加快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 现在不止美国对于 这个中国要进行出口管制 管制越来越严 现在连欧盟 他都要学习 这个美国开始对中国来进行 这个出口管制 这个供应链势必要被逼着 一定要加速的形成 尽管难以一时超越中国大陆 但日本 韩国 台湾 其实也早已身手布局东南亚 亚洲替代链的模板雏形 也慢慢进入轨道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 TBS看世界 抢救亚洲老化特别节目 我是彭聚 我们再会 日本将消失吗 马斯克是神预言 还是维言怂听 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 韩剧浪漫 现实却大脸 香港一年外移十一万人 地狭人愁 便地狭人老 中国六十一年来 首度人口负成长 女性不相信婚姻 台湾连三年生不如死 劳动力消失 解放在哪 抢救亚洲老化 TVBS带您看世界